香港格级商下价格大跳水 曾经估值近8亿的长期中心 市传有财团出价约25亿港元欺购 但由于整个项目涉及大笔的银行贷款 一切有待银主落实 这个物业由长期集团陈鸿天 在2016年6月期 45亿港元向梅德峰扣入 《红磡1哈巴基》的东座 改名为长期中心作为集团的香港总部 长期集团实行双总部策略 香港总部最主要负责境外投资 深圳总部就负责国内投资 集团业务涉及金融投资 房地产、实业、贸易、酒店多个领域 然而近年受到多种因素影响 集团的资金一度断链 陈鸿天在香港三个贵族物业 先后被银行接管 包括长期中心 买入价45亿 哥虎山道15号 买入价21亿 欧船买入价3.87亿 对比另外两个物业来说 没那么贵重 但都亿亿 由交通银行接管 在2023年9月27日以4.18亿沽出 都是唯一一个成功沽出的物业 而今天的主角就是 位于由尖旺区洪联道18号 红磡长期中心传动商下 在2023年3月28日 商下大行贴出通告 指恒生银行与委任罗宾坑 为底亚资产的接管人 接管长期中心AB座商下 连同155个车位 18个电单车车位 物业总流面面积 约28万平方尺 约25亿港元 欺购成功 车价大概9000港元 这口价买到一个 一线为港海景的甲级商下 真是便宜到偶 你们觉得呢? 欢迎留言告诉我 我是路易斯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